大家好,这里是农面花草 今天给大家来说说天珠葵 天珠葵是一种很漂亮的开花植物 很多人都会养一些 它的品种有很多据调查得知 就是已知的园艺品种就有200多个 并且不同品种的天珠葵 它的叶形、画色都是不同的 所以说很多人都会在家里 不同的品种的天珠葵都养一些 打造出一个十分美丽的天珠葵小花园 但是天珠葵还是有名的杜夏南 到了夏天高温时期 很容易出现黑肤烂肌的情况 并且还容易出现黄叶子 养着养着就是直升盆 很多人的天珠葵在夏天高温 在春天的时候开得特别的灿烂 但是过完夏天就变得很难看 或者是整个的就死掉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夏天高温的时候我们如何养 才能让它长得特别的健壮 一度下到了秋梁还能接着开花呢 今天给大家来详细的解说一下 首先要保证一点 想象天珠葵就是安全的度下 一定要保证有良好的通风 很多人养天珠葵容易出现 就是黑肤烂肌的情况下 大部分都是因为通风不到位 因为天珠葵这种植物啊 它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叶子啊 就是上面呢 就是覆盖着一层薄薄的 就是小毛毛 就是小肉毛 而且它的净肝呢 它的净肝呢 特别的就特别的肥 特别的粗壮肥厚里边呢 又储存很多的养肺 所以说它的天性呢 就一定的耐害能力 但是呢怕积水 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 若是土壤过于潮湿 并且通风不好的情况下 就容易自生一些病重害 这样呢就容易 很容易就出现黑肤烂肌的情况 所以说咱们养天珠葵的时候 在夏天高温的时候 一定要保证有良好的通风 可以说天珠葵 能不能安全度下 通风是亡的 这一点只要做到位 那么90%以上的天珠葵 都能安全的度下 其次还要注意一点 天珠葵特别的怕高温 怕强光 居家养肤的时候 特别是盆栽的天珠葵 一定不能强光爆晒 可以把它放在家里 就是散射光充足 通风比较好的地方 给它一个阴凉 阴凉干燥一些的生老环境 特别容易 特别利于它度下 精神养肤 还要注意 浇水不能过多 因为你若是频繁的浇水的话 它高温的时候 它是处于一个 就是生长缓慢 或者是一个休眠的状态的 这个时候 它的吸收能力是特别弱的 若是频繁浇水呢 就容易 它吸收不了 那么就容易出现 闷根烂根的现象 那么就 持续的就会出现黄液 所以说不能频繁的浇水 可以等它的土壤啊 四五成干再给它浇一次透水 这样呢 就是特别利于天珠葵的生长 其次呢 还要注意好 就是在六月份 一般的情况下 就是温度还不是很 还不是很低 这个时候 咱们可以给天珠葵 试一些副状肥 因为整个夏天的时候 天珠葵虽然生长缓慢 但是它还是 在处于一个 就是缓慢生长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很多人说 天珠葵到了夏天 高温的时候 一点肥不要用 这样 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 咱们可以给它增试一些 就是有机肥 有机肥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常用的这种 这种芝麻饼肥吧 它呢 就是一种微生物肥料 它呢 它是常用的就是有机肥 它的主要是用 以解枝花饼来组成的 一种就是有机肥 它的肥效呢 特别的温和持久 并且呢 营养元素比较的均衡 用来养天珠葵呢 就是这种 过 就是夏天高温会 休眠的植物特别合适 一般盆里边 用上20到30粒 就能满足它的生长 所以说 所以说用起来 也特别的简单 一个月用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说咱们在天珠葵 度夏之前 给它试一次 这样的有机肥 对于它的 就是 生长期的副状 及就是秋凉的开花 都特别的有利 喜欢的朋友 可以这样养一下 天珠葵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